來這場打我們萬狀目准 好了一個昆蟲寄生 直接把牌子塞爆 這時候我們蓋了一張共鳴蟲 然後直接蓋兩張 然後我們用一個蜘蛛 蜘蛛特招手牌的蜈蚣 直接超亮 交出我們的散熱聖甲蟲 那因為聖甲蟲是二速 讓對手無效 而且被戰甲蟲打爆的 可以直接抓過來吃 你看我就直接把他的這個月耳兔 直接把他吃爆 那對手下了之後 他可能想要同步 我猜他可能會同步那一張獨角獸 有一張等級同步四的獨角獸 手牌一樣的時候 他是可以直接把我們弄爆的 所以我這時候就直接把他蓋起來 好 那共鳴蟲被打爆 直接從牌組特殊召喚一張蜈蜈蚣 讓蜈蚣從攻擊變手臂 直接從牌組特殊召喚其他的光蟲 直接超亮 我最近真是超級愛玩光蟲的 我還有再錄了蠻多場的 之後再慢慢放上來給各位看 好 那我們直接把他抓過來吃 水 各吃一次 超飽 四個素材跟三個素材 來對方一個魔獸的懷柔 這邊超爽 我直接開一個無底線坑 直接蓋三張 哇操 直接歐貝利斯克 這太扯了 手摸到歐貝利斯克 哇操勒 哇 我想說蓋起來不要讓他同步 結果直接被歐貝利斯克幹爆 不過沒關係我們直接超亮 來照出我們的核心文革點 但是核心文革點沒辦法彈回去 我再照亮 一個不斷進化的牌組 越來越強 好來獨角仙 來獨角仙的效果 二速炸牌 水 獨角仙的效果是可以二速的把對方炸爆 對 破壞對手場上手臂力最高的怪獸 所以他是非指定結場 我們只有核心文革點 蝴蝶撞擊 水 好爽 可能是因為現在剛好是在打那個 那個 決鬥什麼 那個叫什麼 嘉年華 就是要選邊站的那個活動 所以 因為現在獸族有加成 所以現在選獸族的人還蠻多的 來我們 還有再錄一場 再認為看一下 這場一樣打萬丈木 好來 導彈鬼之獄 那這個牌其實我也蠻想試試看的 利用導彈鬼之獄做這個 哇操直接寄生蟲放上面 笑死 好抽到寄生蟲 水 卡爆你 那這邊 我猜對手應該有那個 跟獸族有關的超量 就是他要用兩隻獸族 才可以直接超量 變成他要的怪 那因為我的寄生蟲在場上 所以他現在直接已經沒辦法超量了 因為我把他這個 這個種族改變成昆蟲族 笑死 好那我們一個閃電照列 親後台 哇還想因果啊 好來 一個電子光蟲 交到場上 電容解直接超量 我這邊就跟他慢慢玩 那我這邊我來測試一下 來我們直接把他這個 打爆他 來我以為我把他打爆之後 我就抓過來 我以為不會發動他的戰破效果 因為他被我吃掉 結果他因為他可能是先發效果後 才把他抓過來 所以他還是可以發動檢索效果 不過沒關係我還是吃掉一隻藍色 那我等一下就先不要打藍色 我就慢慢跟他耗 C 好抓過來 喔吃飽飽 吃四個 四個素材繼續吃 喔又是雞生蟲笑死 來兩張雞生蟲卡爆你 來還想要檢索 他想撞我然後就做檢索 之類的 所以我就利用我的假衝的效果 直接把他轉手 那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想要自殺 還是想要為了要檢索 但是我就想說保險一點 那我就先移除兩個素材 直接把他無效並轉手 好那我們直接移除兩個素材之後 直接進化成核心紋白碟 好哇無底線坑 來發動手牌的光蟲信號 直接超亮 再次進化 我們直接進化成獨角仙 獨角仙 除了可以二速炸牌以外 他還可以有一個效果就是 直接穿防 水 我的蟲蟲直接把他格子直接卡爆笑死 那我最近 今天還蠻閒的在打這個 這個決鬥家年華 所以我今天有錄了三場 我個人覺得還蠻 打的過程中還蠻讓我覺得蠻有趣的三場 對 好那這一場 好來一樣昆蟲即生 塞爆你牌組 好對手打的是神鷹 好來再一個萬華鏡 來直接同調 來交出SC 回收 來我們利用蜘蛛直接特招手牌的武功 好 好散熱射甲蟲 直接把他轉手 然後直接把他轉過來吃 水 吃爆他 好一個 通常他下怪的時候 如果對方看到對方 這個有停盾 殺肉有量的時候 大家就要留意 有可能他手上有燕反 也有可能 會是聖槍之類的 所以大家不要亂 這個坑要開的時候 要開 要不要那麼急 就馬上就開坑了 你看他燕巢啦 不是燕反 喔 寄生蟲笑死 好 那我直接讓他無效 然後順便把另外一隻炸掉 好 來一個雞斑之力 來 等一下換他要抽寄生蟲 來抓過來吃 水 來 寄生蟲 水 塞死你 塞死你 來 直接超亮 核心紋白碟 那我們當然要怎麼樣 我們當然把他送回去 我們當然要使用 他竟然是送後有牌組 我沒有想那麼多 我以為是送給他了 好 我們直接變成 蓋亞 給他最後一集 這個蓋亞在重要的時刻 可以穿防 其實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張卡 對 那這個電子光蟲 是我最近的愛牌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喜歡 這個電子光蟲相關系列的 這個牌組 那我之前 前陣子比較常玩的是 神鷹跟鋼鬼 那最近就是覺得 喔 這蟲蟲也太好玩了吧 對 這種反主流的感覺很爽 好 我們今天影片到這啦 去吃拉麵囉 去吃拉麵囉